那,一样请看前面 一样我进入composite,记得按use node 刚刚是不是你没有按use node,所以没有 那,要按use node 然后按一下f12,它会跑出来,对不对 但是我们接下来要用的不是这种物件类的blender节点 我们要用的,我们要加一个新的input叫做image 那image类的也很常用 我觉得应该最常用应该是这个 这个render layer跟image,这两个 那这个我就必须要开启一个图了 但是我先存档下,让它有个路径 那我存在就这里吧 composite3 好 那我开启,开启某一个图片 那我开启什么图片呢 开启这个 open 那这里有一个人,他站在绿背景前面 这各位不知道看不看得清楚 有一个人站在绿背景前面,对不对 那我直接把他能拉到输出的composite,当然就会出现那一张图 出现那张图 那就是这一个人 好,那接下来呢,这个就不用了 那接下来呢,我就加入一些节点 那这个节点我先用converter好 converter类的节点 那我把它加进来 你可以看到他从这边连进来再连出去 那这边converter出来,他变灰白了 但是不同的做法,他的灰白的方式会不一样 constant,整个人都不见 他应该是有层级的 那如果是这个cardino,变这样 那如果是is,就变 但是每一个的细致差别我其实不太清楚 那我们可能要从书里面去确定一下 他每一个的细致差别到底是什么 那除了color ramp以外 这里还有rgb2bw其实是类似 他会把一个彩色的图变成黑白的 彩色图变成黑白的 那再来set alpha就可以设定透明度 设定透明度 就是说这里,这里的image 那我把它的alpha设成0.5 可是这里看得出来有alpha的感觉 但是下面怎么看不出来 这就是我觉得很纳闷的地方 这里没有alpha的感觉 还是一样,F12按了没有用 这就是我觉得 诶,这里应该有 但是这里却没有 觉得怪怪 好,那再来 这个ID 看ID mask ID mask 哇,我戒错了 这个接进来 不要 这个ID mask 刚刚王敏锦说过的 这是要选择某个物体出来的时候用 所以我们不要用它 选择物体要有很多物体 选择物体要有很多物体 convert layer的节点 还有这个mass 这个mass 我刚发现也蛮有趣的 mass进来 OK 然后这一个 OK 那这里应该还可以叠 叠另外一个进去 诶,我们加刚刚那个 input render layer 好,我把这个加进来 那你会看到 那你会看到 add 哦,对,没错 好,就这样 你会发现 它把那个方块 跟人合在一起 有看到吗? 方块跟人叠在一起 好,这是人嘛 方块嘛 两个 经过这个add之后 叠在一起 那它现在有点乱 我觉得我也搞不清楚 我自己在干嘛 因为实在是乱成一团 各位可以稍微 自己试试看 你就会比较有感觉 好,那这里还有 filter 不是,converter 里面还有separate rgba 那这个就是把 红绿蓝 整个分离 就是 像我 我进去 这张彩色 进去 它出来我只要红色 就会变这样 它如果出来我只要绿色呢 就会变这样 但是你会看到 它全部 其实表现最后都是灰色 对吧 那它其实是 把那个绿的部分 只过滤出绿的部分 只过滤出绿的部分 就对了 那这边是只过滤蓝的部分 你会发现 蓝的部分 跟绿的部分 有点不一样 深浅的部分 有点不一样 那其实就是 我们 一个点 是由 四个byte 所组成的 这四个byte 就是 红、绿、蓝 和透明度 那 它其实就是把 那个 红的部分 取出来 当成黑白的 再看就对了 那 你看这个 透明度 就會觉得很清楚 因为它这一张没有透明度 所以就 看起来就是 全部白 应该说透明度都是1 不是没有透明度 是 透明度都是百分之百 好 欸 透明度百分之百 那就是没有透明度 没错啦 对 好 所以大概是这样 那各位可以 请试一下 converter rate 的 的 这些节点 那试试看 你会比较有感觉 用讲的好像不是很清楚 好 各位请试试看 各位请试试看